其实刚才我们想到的 比如说跟张磊 故隆过生日这个小细节 就把它当成自己的朋友 对不对 据说好像还有好多 这个过生日的朋友 你们会为他们定制 个性化的 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 生日的祝福 对 说起来的话 我以前有一个老顾客吧 他儿子生日 想在我们家订一座餐 当时他和我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想给他儿子一些惊喜 我们家是可以免费 给顾客打印两张照片的 然后他给我发了 二十多张照片 他说你就给我选两张出来 打印好 给我儿子一点小惊喜就行 然后我看了二十多张照片 都是那种全家福 特别美满的照片 我就觉得选哪张都太可惜了 我就自费去把那二十多张照片 全部给他打印出来 在他还没来之前 我就在那个他的包间里面 把这个照片摆成一个 爱心的形状 然后做了一个照片墙 他来的时候特别开心 他说 姑娘 你真的太有心了 我一定要给你一小费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作人员 我觉得为客人着想 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个小费我们没收 客人说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 来你们家的原因 因为你们能走到我们心里吧 所以希望 今天我过生日的时候 也能给我贴点照片 那不行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